由于纽约州府的统计标准太过保守,未将疑似者计入,目前纽约州州长库默政府对外公布的因新冠死亡的人数比联邦政府少了1万1千人,而且统计差距在今年越来越大。 NBC新闻报道,纽约州卫生厅网站公布的官方死亡人数于本州约为4万3千人,但是与此同时,州府根据联邦准则提供的死亡人数则约有5万4千人。 根据报道,纽约州政府只统计了医院、疗养院和成人护理机构中确认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这个保守的统计方式忽略了许多因素,包括疫情初期因缺乏检测而无法确认死于新冠肺炎的患者, 以及在其他设施中,包括家、临终关怀设施、监狱因新冠肺炎死亡的患者。 即便之后检测资源充裕,州府和联邦政府有关死亡人数的统计差距仍然加大。 仅今年以来,联邦政府就比州府多计了至少3200人。 州卫生厅发言人坚称,州府统计准确,拒绝进一步评论。 专家表示,这种统计误差将助长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司法部昨天表示,4名伊朗人遭到检方起诉,指他们替伊朗情报部门和特务机构做事, 策动阴谋,企图绑架一名经常公开批评伊朗政府的纽约女记者兼人权活跃分子。 曼哈顿联邦法院起诉书透露,4名伊朗人被控密谋绑架记者兼作家埃琳·内贾德, 去年,埃琳·内贾德在一篇报纸文章写道,伊朗政府官员发起一场社交媒体运动,公开呼吁绑架他。 根据检察官指出,4名被告都住在伊朗,目前仍然在逃。 其中50岁的法拉哈尼是伊朗情报官员,另外3人是伊朗情报人员。 涉案有第5名被告涉嫌支持阴谋,但是没有参与绑架,在加州被捕。 起诉书描述阴谋计划,包括试图把身为美国公民的埃琳·内贾德引诱到第三国,并把她强行送回伊朗。 事件的缘由是,在伊朗,女性必须佩戴名为西甲布的伊斯兰头巾, 但2014年,360万伊朗女性因为没有佩戴头巾被警告、罚款或者拘留。 定居在美国的埃琳·内贾德,希望改变伊朗这个现状,她开始鼓励伊朗女性解放她们的秀发,并发布照片,并称这个活动不带任何政治色彩。 这就是此后在互联网上名造一时的伊朗女性短暂的自由活动。 埃琳·内贾德于昨天接受纽约时报的访问时说,对于有关案情细节感到震惊,但她告诉丈夫和儿子不要惊慌, 这表明他们并不害怕美国,而是害怕我,否则的话,他们不会派任何人来绑架我。 联邦法官裁定,纽约市府把8000名游民从酒店转移到收容所的计划, 负责官员没有充分考虑到被转移者的健康状况,因此下令暂停。 纽约市流浪人士服务局DHS7月12日周一表示, 他们正在谨慎地将流浪汉从酒店挪出,并将他们送回到集体收容所中。 7月9日,美国法律援助协会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纽约市停止将8000多名流浪汉从酒店迁回集体收容所的行动, 并指责纽约市侵犯了残疾人的权利。 法院近期裁决将阻止市府把任何残疾人士转移到收容所, 直到完成评估设施是否已经满足需要。 法律与援助协会的律师戈德芬表示, 由于市府仍未知道有多少人符合相关资格, 因此整个转移计划必须暂停至少一个星期。 戈德芬指出,目前约有8000名游民在酒店安置。 市游民服务局发言人表示, 官员们将转移流程进行小幅调整, 并会在下周恢复行动。 戈德芬强调, 布鲁克林联邦法院伍兹在裁决中列明, 对于符合合理转移条件的人士, 市府需要先安排进行会面, 并至少提前7天通知。 位于曼哈顿中国城的摩卡博物馆, 在一年多前发生大火, 博物馆几乎被烧毁, 在经历一年多的重建之后, 终于要重新开放了。 因为新冠疫情和5级火灾, 而关闭一年多之后, 位于中心街215号的美国华人博物馆摩卡, 将于7月15日星期四重新开放。 为了迎接博物馆的新生, 博物馆特意安排了一次特战, 19世纪亚洲人来到美国的最早17到今天, 围绕反亚裔, 亚裔太平洋岛民种族主义的历史根源进行讨论。 该展览是摩卡为期一年的 One Word COVID-19 Special Collection倡议的结果。 该倡议, 欢迎提交对2020年和2021年事件的创意、 艺术和公共反应。 他还将展示来自美国各地和亚洲散居地的人们 捐赠的艺术、论文、视频和音乐。 展览将提供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和反思、 复权和行动的空间, 邀请博物馆的客人们留下他们自己的反应, 作为理解和教育的新的平台。 2020年1月, 博物馆发生大火, 整个博物馆几乎复之一具, 之后又经历了新冠疫情。 博物馆在一年多地重新整理之后, 终于在此出发。 为了庆祝新生, 以及感谢纽约民众, 摩卡重新开放博物馆之际, 将向所有人免费开放这个展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